Wordpress可以做中文网站吗 当然可以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各位简单分享一下 第一 Wordpress的原代码虽然是外国人开发的 但是它是开源的 它适合很多国家的语言 其中包含了中文 中文运行Wordpress是没问题的 第二 Wordpress的主题 所有的Wordpress只要一运行肯定得有主题 Wordpress很多主题 或者说绝大部分主题都是英文的 中文主题很少 那么是不是只能用中文主题才能做中文网站呢 当然不是 我们也可以用国外的英文主题 做中文纯中文的网站 我们在制作网站的时候需要规避一些问题 最主要的是要把Wordpress 先设置成中文 那么Wordpress的后台 还有前台的一些系统字符都会变成中文 很多国外主题它都支持PO字库 我们可以手动汉化这个PO字库 把主题里的英文变成简体中文 这样我们在看主题后台选项的时候也都变成了中文 比如Awa的主题 B-SIM主题 什么RT-SIM18主题 它们都支持PO文件的汉化 后台可以变成中文 前台的一些系统字符 比如上一页下一页 时间 日期 搜索之类的也都会变成中文 最重要的就是前台的文字了 前台的文字是我们从后台手动输入的 比如一篇文章的标题和正文 还有页面里的文字 菜单的文字 这些文字我们可以通过后台输入 想输入英文就是英文 想输入中文 它就显示中文 这是我们可以人为控制的 还是说主题 国外有很多主题 它都集成了很多国外的资源 我们访问不了 比如谷歌字体 谷歌的一些GS库 还有谷歌地图 还有Facebook 还有Twitter之类的 很多主题 它都集成了这些方面的外挂 或者说是外部调用资源 我们在做中文站的时候 可以手动把这些功能关掉 很多主题 它都提供了关闭的开关 如果主题选项里 没有提供这些功能的开关 我们只能手动修改PGP 或者其他方法来禁用这些功能 不让网站调用这些资源 否则打开网站会很慢 说完Wordpress和主题 下面再说一下主机 既然我们要做中文站 肯定是面向国内的用户 所以网站的主机 建议放在国内 如果不想备案的同学 可以把主机放在香港 或者新加坡地方 最后再说一下插件 Wordpress的很多插件 都是英文的 Wordpress插件 影响的主要是网站的功能 Wordpress主题影响的是外观 通常Wordpress插件 在后台设置的时候 可能会显示的是英文 但是前台一般都不予显示 影响网站前台的外观 主要是主题 这个视频背景播放的 就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些国内网站 比如我的个人网站 Achair的宝箱 这个网站的域名是从国内买的 主机用的是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网站主题用的是newspaper主题 是一个国外的英文主题 这个主题的后台还是英文的 但是前台各位所看到的 都是简体中文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chair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台课系的